審慶性部分就直接是1500萬 我先強調一次 有萬 真的有寫萬嗎 真的有萬 因為現在民眾黨是說沒有萬這個字 真的有萬 因為如果在我禮拜天晚上知道的時候 我聽到就是1500萬 沒有所謂的1500這件事情 然後好 這新聞出來之後 開始民眾黨小草開始狂帶風向 說是1500下午3點鐘 我就問 今天如果是1500下午3點鐘 請問那據我自己知道 裡頭還有所謂 我舉例喔 如果像是200 300這種數字 請問是凌晨2點還是3點 所以你說還有三位數的意思 對 有三位數的意思 我只能說我今天做的是 我一旦出手就是我非常確認 我200%確認就是1500萬 還有我覺得 漂亮喔 很妙 還有一個金手人耶 所以是不是說這個錢 還要透過這個在洗衣圈 金手人有在12生肖裡面嗎 你不要問我這件事 OK 好 這個很妙 小明哥在害我耶 對 所以就是說你從這個蛛絲馬跡啦 難怪民眾黨要告你 對啊 8月30號的時候幾年到柯文哲住家來進行搜索嘛 那搜的時候那天當然引發了軒然大波 那大家其實剛好遇到6日的關係 所以當時其實有一些這兩天的司法攻防 包括什麼提審庭之類的 最後阿伯當然就沒事出來嘛 其實我這時間點我知道這時候是在禮拜天的晚上 我接到禮拜天的晚上 也就是8月30搜索然後那天是禮拜五 然後6日我禮拜天晚上我就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我有幾個關鍵字USB 然後還有包括神秘葬冊 然後我裡頭我非常清楚知道有審慶金 就像我之前做的這個圖卡部分 而且他當時啊除了審慶金有非常清楚之外 還有之前有講過有集團的總裁 還有科技業的大佬 好 第一時間我知道的東西是這些內容 然後我也知道是非常清楚的是 葬冊的整個格式 審慶金 我們先看審慶金這部分 審慶金完之後他其實還有一條斜線 他斜線完之後他中間寄得非常巨細迷移 包括了金手人誰誰誰 誰誰誰之後後頭就是金額的部分 審慶金部分就直接是1500萬 我先強調一次 有萬 真的有寫萬嗎 真的有萬 因為現在民眾黨是說沒有萬這個字啊 真的有萬 因為如果在我禮拜天晚上知道的時候 我聽到就是1500萬 沒有所謂的1500這件事情 然後好 這新聞出來之後 開始民眾黨小草開始狂帶風向說 是1500 下午3點鐘 我就問 今天如果是1500下午3點鐘 請問那據我自己知道裡頭還有所謂 我舉例喔 如果有像是200 300這種數字 請問是凌晨2點還是3點 還有其他的格式就是 就像這個是四位數嘛 所以你說還有三位數的意思 對 有三位數的意思 那我就舉定如果你要用1500 然後硬是要講說 這個東西就是下午3點 那我就問如果200以上的數字出現 你媽媽要講是半夜柯文哲是2點或3點去見誰 我只能說我今天做的是我一旦出手就是我非常確認 我200%確認就是1500萬 還有我覺得 喔 漂亮喔 萬字200喔 漂亮啊 太多了啦 不是 因為我覺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我很多細節是很清楚的 我包刮 我只能帶啦啦隊比較好 不是 我包刮記的格式都有欸 什麼邪憲金手人金額這件事情 還有我們爆料說什麼集團總裁跟科技業大佬 好 我講一件事情 這個新聞禮拜五出去之後 現在是獨家了嘛 對不對 現在開始講獨家了 還沒 等一下 還沒喔 對 這個新聞出去之後 其實有蠻多就是自己定義為集團總裁跟科技大佬的人 透過關係來問說欸 是不是我 因為他們可能過去跟柯文哲有密切接觸 就來問說欸 你們掌握到的是不是我 因為可能過去跟柯文哲你知道 跟政商關係都bodybody嘛 對 大家都擔心這個部分曝光 如果會寄在私帳裡面的金額應該都不小 可是現在民眾黨有一個說法是說原本就沒有萬啊 然後說有媒體報導之後還偷偷的把萬給拿掉 那這個質疑呢 好 我要講 第一開始的時候我在上週日的時候 知道這個時候我確實知道是有個帳本 那我也知道是所謂的帳怎麼寄的格式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它是記事本 Word 還是Excel 我直到禮拜五當天早上 我要出這條讀架的時候我打了一通關鍵的電話 我再次就核實說我想問一下 就是到底這記帳的App到底是什麼 是Word呢 還是Excel 還是什麼 最後確定就是Excel 那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Excel這個東西你上面每一個格式你記的時候 其實你什麼時候刪改啊 然後甚至是你拿掉什麼字的時候 其實上面都是有記錄 包括周刊也寫到了嘛 說萬好像被拿掉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一千五百萬是事實 所以你知道不要再拗了 所以這個名單上面是不是 不只有什麼科技業的什麼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人嗎 對 其實這個名單 名單很長嘛 這個名單上就是有非常多很知名的人物 那我圖卡上點出所謂的集團總裁跟科技業大佬 我是故意沒有把這個名字給寫出來 就是以他們的頭銜寫出來 然後上頭就昨天有爆料 其實有政治人物 有政治人物 有政治人物 這些人的名字講出來 大家就哇 會這樣啊那種嗎 會驚爆那種嗎 都是上次貴公司老闆啊 政治人物也是很有名的嗎 政治人物 對啦 好了 好吧 好像這樣 但是因為我覺得政治人物這部分 其實大家昨天都還蠻好奇的一個點 是因為其實這金額是超過 政治獻金法的規定 我可以看到那個人捐獻部分是10萬嘛 對 但人民團體是50萬 那營利事業部分是100萬 我非常篤定 我敢講這政治人物的這筆金額 超過原本他應該政治獻金法 所規定的部分 但我覺得現在風向還沒到 那我覺得可能很多事情 確實有這個人存在 對 那我覺得到的時間點我們 對 所以馬日文的查證過程 聽他這樣子聽起來是還蠻嚴謹的 但是無論如何 還是要有待檢調進一步的證實 沒錯 或是要拿出這個相關的證據 但是以記者的工作來說的話 他已經做到 以他來說已經算是非常的嚴謹 非常厲害 而且就算這些錢是後面有萬次的 但是他還是沒有辦法證實說 這個東西的金流到底是如何 所以接下來還是要等這個檢聯 他們去查金流才能做最後的確認 其實最清楚的就是看起訴書 對 沒錯 大家都在等那個起訴書 對 好 認真一點 我們大家收在等 好 不過我要請教一下小玉 是 大家都去查說 那所以2022年是1月1號 這個時間點其實敏感之處 是在於11月底要選舉 對 那時間點如果見了這些重要人士的話 大家就覺得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然後去查他當天的行程 不過要選舉了 他沒有其他的行程 他就只有這一個小省的行程嗎 這也很奇怪 然後另外一家媒體的獨家報導說 其實不只大老闆 他甚至跑去拜會中南部博弈大會 哇 現在越來越多了 你又掌握到什麼了嗎 我先講了 就是說這個是USB 那個是柯文哲 如果是記長他家的金流跟帳簿的話 因為現在開始很多人帶風向 就是說那1500 然後就是會面的時間 可是OSKE OSKE 我要講一下 因為昨天我們有一位護理人員 他說其實他們醫護人員 記時間是真的是用24小時 是OK 好 OSKE 我回答你了 好 那我先講 就是說你不管是說 跟著柯文哲很久 包括柯玉安或是張藝善 他們這些人都有表示 他們跟著柯文哲很久 他們都知道說柯文哲 如果說他記時間的話 他是絕對記在手機裡的 他手機裡有形式力 所以他如果他跟人家見面 他不會去記在USB裡面 因為他是一個電子控 所以他如果說 今天他跟誰約跟誰約 他會用這個手機 就是用那個 Google形式力 所以跟著他的形式作風 超過8年10年都知道 柯文哲的形式作風是這樣的 所以你的USB裡面 是不會去記他的這個形式 因為通常你要跟誰見面 你還要USB再把他插進去 然後再看我跟誰見 不會啦 就直接手機拿起來 看就知道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就是說你看如果說是1500 如果是時間的話 為什麼他前面還要再加一個金手人 你約時間 你還要一個人幫你 因為有個經紀人在說 我還有一個金手人什麼的 柯文 所以他前面真的有金手人 就是有金手人 就是每一筆 每一筆就是叉叉叉 那這金手人是他身邊的人 還是比如說跟他見面的身邊的人 當然我知道沒有到這麼細 但是我知道他中間格式 就是一槓之後 中間就是金手人 後面就是金額 很妙 還有一個金手人 所以是不是說這個錢 還要透過這個在洗衣圈 金手人有在12身上裡面嗎 你不要問我這件事 OK 好 這個很妙 小明哥在害我 對 所以就是說 你從這個蛛絲馬跡 難怪民眾黨要告你 因為昨天我有跟郁文聊天 我覺得說我們都身為記者 我覺得要很負責任講 如果說真的今天只有1500 我跟他共同 我們的共識是說 我們看到1500 我們不會貿然出手 因為你不知道1500後面是什麼 你有可能攻金攻克攻盾 泰達幣 美金 對不對 人民幣 印尼頓 所以我們不會貿然出手 所以這點我是非常 就是以我們記者角度 我是非常肯定郁文 所以他一定有看到那個萬字 他才敢出手 那回過頭來 就是說今天 兩個點 就是我還是必須講 強導眾人推 今天如果說有什麼USB神秘戰策 出來之後 又多了我們友台 國異大亨 又多了一個所謂的灰明策 他自己發明了一個叫灰明策 顯然看起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這個USB裡面 但是他講的那個灰明策 灰明策裡面就說 又有這個嘉義的博弈大亨 又台中百億的總裁 還有這個所謂的電玩大亨 那這個是柯文哲什麼時候是敗會的呢 就是選舉的時候 他選舉的時候下鄉去 但是我會覺得說什麼 這個嘉義的博弈大亨 事實上你到嘉義 之前這個新聞就有拍到了 他那個不是博弈大亨 那個比博弈大亨更厲害 是一個縱貫線的大哥 就零水術嘛 那時候他不是站在零水術旁邊嘛 對不對 他去嘉義拜會啊 所以大家都說 你跟這個歐土會騎走會 然後他趕快講說人家是公職人員 後來就查 零水術哪有什麼公職人員 所以基本上你說 柯文哲會去跟這個什麼黑白兩道 這我是絕對相信的啦 只是說有的被拍到 就是譬如說拍到零水術 那些更多出來的 是說他還有包括什麼博弈大亨 百億總裁 還有電玩電玩大哥 那這些人 柯文哲你為什麼選舉到了 要去拜會這些人 你當然就是說 這些人可能有些有條卡什麼的 可是會不會跟你這些金流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密切注意的地方 最後要講啦 就是剛剛講到那個1500 那個玉文不是這邊還有多嗎 他說他還有什麼集團總裁 科技大佬 現在大家都好奇說這些人是誰 哇 這個馬上網友就發揮福爾摩斯的精神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2022年 大家印象深刻嘛 這個新聞都有報 就是金華 這個金華成在動工的這個地方 很多人網友開始當福爾摩斯 在講說我們玉文爆料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集團大佬跟科技總裁 會不會就在這個照片裡面 哇 那個當時新聞有講嘛 來參加的包括什麼中華工程的總經理 有星光銀行 有台興金控董事長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啦 很多因為我們不是科技的 這個照片 要在對圖去看 怎麼這麼講 因為林彥鳳打給我說 你剽怯他的智慧才算你去 真的嗎 沒有啦 這上面很多人有不是嗎 我們友台也都有去啦 林彥鳳第一個講的啦 是是是 好 那就是說這個關鍵的這些人 會不會都在這個動工典禮 而且很多人都跟那個威京小水的人脈 是非常密集的 MING PAO!